中游高雄练游场游泳社与中华民国成员游泳协会 23号在高雄都会公园举办一场全民减碳清止生活知能健走活动 在社会大众普遍重视户外健身运动观念下 透过轻松的践行活动不仅可以亲近大自然 同时也可透过本活动疏解平时压力 在社会大众普遍重视户外健身运动观念下 让这下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吸引近千人扶老西游参与 开始践行之前 主办单位安排带动玉律健康操 让参与践行的所有参与者松软筋骨 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这样软湿一下 等一下我们走起来会更黏活 我们用的动作非常简单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 9点开始绕行主办单位 规划全程约一个半钟头的高雄都会公园 中华民国成人游泳协会 南区会长刘美华说 今天这个活动 要谢谢很多的协办单位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活动 那今天这个整个做起来的话 也一千 差不多将近一千三百个人参加 让整个会场上的气氛 跟那个进行的活动方式 都觉得是带动大家的一个运动风气 那未来的话希望是说这种风气能够继续延续 因为这个亲子践行的话 对我们国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谢谢一些支持的单位 像体委会 还有一些体育处 还有我们一些协办单位 真的都是大力的帮忙我们 在这个地方谢谢各位 也谢谢今天那个都会公园 那么热心的借我们这个场地 谢谢 我们办这个100年度全民减碳 群子生活之能见走 为了就是提倡我们南子区的乡亲们 能多多来享受这个都会公园的他的美景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期 第一期是2.1公里 第二期有2.7公里 今天我们的规划行程有跑到第二期的一个公园 也就是说我们新的第二期的都会公园 它的那个美景要让我们一些新的朋友 能多多去了解我们第二期的一些的那个场景 主办单位特别在回程后准备了丰富的摩柴品及金美金链品 让这次践行活动在欢愉气氛下圆满完成 UNNTV记者高雄报道